今日2月2日中午,张玉玺拿到无罪判决书后,在下一线人民法院门口拍照。 受访者公图今日上午,张玉玺和家人一起从郑州坐火车,到商修下一线拿判决书,由于火车晚点,将近中午才到达法院。 拿到判决书后,张玉玺表示,依然有些不敢相信无罪了,当然比较高兴。 据下一线人民检察院指控,1992年7月3日上午,被告人张玉玺,因纠纷于北前村年张公社发生口角、私打,进而引起双方家人多人参加私打。 在欧斗中,张玉玺手持铁插猛记张公社的父亲张超宁额顶部,致使张超宁单击倒地昏迷,后今抢救无效死亡。 经法医鉴定,张超宁系一股粉碎心骨折,硬脑膜外血症,卢脑酸伤死亡。 下一线法院判决书显示,法院认为,公诉机关当停出事的证据,达不到确实,充分的标准,不能证明起诉书指控,被告人张玉玺手持铁插猛记张超宁额顶部,致使张超宁当即倒地昏迷,后今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。 公诉机关指控张玉玺时铁插致使张超宁的证据不足,指控犯罪不能成立。 死者家属诉讼代理人锁车,因为故意杀人罪,追究张玉玺刑事责任的观点,亦不能成立。 张玉玺的辩解理由,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成立,予以采能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,第200条第三项,最高人民法院,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。 法的解释第241条第一款第四限制规定,判决被告人张玉玺无罪。 看全书认定,辩护人出世的张叶,张超跟张春世的正言,与刑事技术鉴定书中,张超明系他人用钝器打击头部,正如骨粉碎心骨折,因脑膜外血肿,路闹损伤死亡的结论相吻合,能够形成正名体系。 证明张超明系,被张胜利之木棍击打头部至死的事实,并经本院2001,下行出自,第57号刑事复旦民事判决和商修市终极人民法院,2001,商行中自第105号刑事才定予以确认。 虽然被判无罪,张玉玺还隐隐担忧以后的生活。 张玉玺告诉新京包记者,他原本也不想吵架,1月30日开庭当天还是父亲的几日,他获无罪判决后,本想去父亲坟前告诉他这一消息,但由于死者家属情绪激动,他最终没赶回村。 我是个农民,在看守所的时候没分到地,现在想回家种地也种不了。 张玉玺说,拿到判决书后,法官说,两家不要再发生矛盾了,和睦相处,但他们家当时就在庭审上嘛,我心里也没地了。 新京包记者赵鹏了边。